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夏伟 不久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 记述了1991年 他如何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国异议人士吴宏达 潜入中国的劳改所 拍摄记录并制作专题片的过程 这篇文章揭露了哪些中国劳教制度的现实 这对于当今中国以及中西方关系的未来又有哪些启示 我们今天邀请了日前对夏伟进行了专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江珍 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维吾尔族流亡作家伊丽夏提 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欢迎二位 谢谢 好的江珍 我们想先从夏伟的这篇文章来谈起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很长 有一万两千多个字 能不能先来给我们大致的概括一下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些什么 这篇文章其实原文有四万多个字 然后就是夏伟已经把它压缩到一万多个字了 并且他在采访里透露可能有出书的计划 那么这个文章它是发表于一月底 那个时候是大概冬奥会开始之前几天吧 因为这个冬奥会局势主 所以虽然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新疆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可能国际上有很多呼声希望这个国际要组委 就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 然后停止在新疆的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最后也没有发生 所以夏伟那个时候呢 他找到了他30年以前写的很长的一篇日记 而且没有发表 他那个时候是为纽约克写的 这个日记是记录了1991年 他怎么去帮助就是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 还有一位异议人士吴宏达 他们怎么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秘密拍摄了劳教所和劳教制度 就揭露这个劳教制度 以及如何去使用这个强迫劳动 生产一些产品并且出口到全世界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就30年过去了 他又想起了这个事情 那么他的就是初衷就是说 他觉得尽管中国在2013年吧 就是正式废除了这个劳教制度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认为这个劳教制度虽然被废除了 但是只是换汤不换药 就是最后这个制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在广泛存在的 尤其是现在的新疆 那么他美其名曰叫这个职业技能再教育什么的 但是最终还是一回事 就是把这些很多政治犯或者说不经审判 不经法律程序送进劳改营 并且有强迫劳动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来龙取脉 是可以想象的到夏伟在1991年的时候 协助CBS的60分钟栏目组 去中国秘密拍摄这个劳改营 并且曝光了这个由囚犯来生产的产品 怎么最终出国到美国和全世界 这样一个过程肯定是相当艰难的 那么江珍在你跟夏伟的对话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了解到当时他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是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个文章特别长 我就可以大概的讲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说当初CBS是怎么制作这个片子的 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1991年 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层在讨论 要不要给中国有这个最惠国待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时讨论的比较激烈嘛 然后CBS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当时了解到中国有这些就是政治犯啊 这些包括他们他们在这个劳教所里要要劳动 然后生产一些产品出口出去 他们了解到这个现象 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这个想法要去做一个片子 但是当然1991年嘛 这个时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他们就找到了夏伟 那么夏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就是一个中国专家吧 他70年代就在中国学习了 所以他们最后辗转找到了这个吴宏达 就是当时已经在美国的一位异议人士 他的身世也是很离奇的 就是很传奇的 就是吴宏达他是应该是1940年出生的吧 我记得是 然后他是在上海 他的家里是比较富裕的 他父亲是个银行家 然后那49年这个中共建政之后 他们家里就衰落了 然后父亲财产被没收啊 然后他们家也 他是1960年的时候因言获罪 然后被判了19年 所以他自己也在老教所里堕满了19年 然后1985年才来到了美国 然后开始研究这个劳改制度 那么1991年的时候 这个CBS就通过夏伟找到了吴宏达 然后吴宏达自己毛遂自荐 觉得他是最好的来做这个事情的人 然后他带着两台摄像机进入了中国大陆 然后并且成功的秘密拍摄到了老教所的这个画面 然后返回美国 这个后来就是很曲折了 我就长话短说 他其实第一回 第一回他这个拍摄的素材不是很成功 后来他又去了第二次 然后第二次居然离奇的 把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和摄像师 带入了中国 然后他们秘密拍摄了和这个老教所的主管 这个在谈他们乔装成美国的商人 假装要购买这个由中国的劳改犯生产的产品 想去出口到美国 然后这一切最后都成功了 然后都全部拍摄了 最后呢1991年在这个CBS播出 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包括后来有很多媒体都跟进报道了这些事情 是 刚刚其实也提到了说夏伟之所以选择 在30年后又把过去的这个日记拿出来 然后写了这样篇文章 也是因为当下国际社会 对于新疆的人权问题的关注 而且夏伟也是将中国3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劳教制度 跟现在新疆所谓的这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来做对比 认为是换汤不换药 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在某些方面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要补充的一点呢 就是说 现在在东土厥斯坦的这个集中营是种族灭绝营 它和中共历史上的劳改营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劳改营呢它是要改变某一个群体的人 那个群体呢它把它标签为是反革命啊 或者是地富反坏右啊等等 但是这一次的对维吾尔人的这个集中营 是针对一个民族 也就是说和这个政权所的所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不同 和这个民政权执政这个民族不一样的有文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土厥义的民族 而且目的呢是要把它们从各个方面要消灭 既有物理的消灭 也就是说让他们一部分人死亡 屠杀折磨酷刑 然后另一个部分呢就是从文化上 把这个民族的全部 包括它的历史一级文化 文字书本全部都要销毁 集中营是一个方面 但是呢更多的是在进行屠杀 判重刑 比如说我们就在上个星期得到的消息 就亚洲电台一位年轻维吾尔记者的父亲71岁 被判了15年徒刑 71岁的一个人 15年徒刑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它是否能活着出来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 有意识的是要让他们死在这种折磨当中 所以这是一个种族灭绝营 我一直认为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 可能能代表大多很多的维吾尔人 用人权灾难或者是什么的去描述呢 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 像我三个妹妹在集中营里头母亲失踪 对我来说 它显得有点轻飘飘 种族灭绝 种族屠杀 可能更能够准确的概括 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 二战的时候 纳粹德国拘押在他的营里头的 不仅仅是犹太人 包括战俘 包括罗马 也就是基布塞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东欧的民族 但是最后我们大家在历史上最注重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是犹太大屠杀 为什么呢 是因为纳粹尽管也在屠杀别人 但是对犹太人的这个集中营呢 是要把这一个民族全部从根底上把这个民族要消灭掉 让他不再在地球上拥有生存权 所以对目前东土厥斯坦维吾尔人的 是和纳粹对犹太人的是一样的性质 所以仅仅是把他和劳改营 或者是正常 因为国家的监狱这些等等比较 我觉得是对这种程度的一种 显得有点轻描淡写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 但我肯定这种报告的作用 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前 夏威的这个篇文章的发表 我相信它是人们既能够想起 中国共产党 不仅仅是对其他的民族实施种族灭绝 对他统治下的每一个人 包括作为执政的汉民族 当然不是全部汉民族 都是执政者一少部分 但对汉民族 他也是同样进行迫害 吴洪达先生 还有很多的民营人士 人权律师 包括唐吉田 最近没有能够出来去看他妻子的 还有张展等等 那么这就说明 夏威先生的这篇文章 是非常 时间上 从节点上 都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呢 从作为一个受害者 我的角度出发 作为受害者的维吾尔人角度出发 我们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和老改营 还是要比老改营要严重的多 因为他针对的是一个民族 刚才伊丽夏提先生 说到他们认为 现在中共在新疆的做法算是种族灭绝 或者种族屠杀 那江振 我知道你在跟夏威的专访当中的时候 你也专门的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啊 就是如何来看待是不是算是种族灭绝 或者种族屠杀 那么夏威当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问他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在西方就是经常使用的这个词 genocide 那么我们翻成中文是种族屠杀嘛 所以我专门问了他 他其实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容 新疆的现状的词 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genocide这个词 现在还是比较专职 三四十年代 纳粹在欧洲就是屠杀犹太人的那种行为 那么他觉得当然他强调了 他并不是为这个中共在新疆的作为所辩护 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糟糕的 但是他觉得这还不是一回事 所以他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 他更多的用了一个词叫技术专制 也就是说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精准的翻译 就是英文的那个叫technoautocracy的一个翻译 对这个词翻译过来 翻成中文技术专制 可能大家听着都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确实也不是很精确 或者很准确的来形容 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 所以夏威夷强调 他说这是以前我们没有多见过的一种制度 它是非常中国的一种东西 它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它 他也强调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制度 因为他侵犯了这种就是所有的文明 民主自由的国家最真实的东西 那就是个人自由 他而且把他这个现在 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 他觉得是有一种像 1950年斯大林的这个所作 斯大林的做法的一个高级版 就是把很多人送到古拉格去 他觉得是中国这个政府把它学习过来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了 所以呢 他总的来说 他觉得需要用一个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做法 是 那么伊丽夏婷 您怎么看待这个技术专制这个词这样的一个说法 技术专制我认为是 它是一个从工具的方面 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共 在东土杰斯坦 包括在中国境内 使用的我们知道 他最近就有一篇文章谈到 他可以在几秒钟内 鉴定多少人的脸部系统 通过这个呢 可以在街头上随便 对准摄像头 对准一个人 鉴定他的身份等等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在封县那个八孩母亲这个身上 这个问题上 他的现代技术都有不起作用了 一直搞不清 那么所以 长话短说 我觉得这种技术上的东西 它只是从工具的方面出发 现在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 它把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 监控使用上呢 提高了 也就是说使用了这种 最先进的各种科学技术 包括摘取DNA 指纹 红膜 声纹等等 这些都是在二战的时候 不存在的一些技术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但它只是从更多的是 从技术层面上来反映 这个极权政府 所达到的 这种全覆盖的程度 而不是对它的意念上 要消灭一个民族 在这些方面 它没有 那么我觉得 四八年联合国通过的 诚挚于防范种族灭绝 二百六十号决议 那么它的第二条 对于种族灭绝是什么 给的定义非常明确 如果我们对照那个的话呢 从中共现在在 东土杰斯坦的做法 包括伦敦的一个独立法庭 也做出结论 是种族灭绝 包括美国国务院 还有其他的 七八个国家的国会 也认定这是种族灭绝 它是根据法律条款 国际法的法律条款 以及所搜集到的证据 包括像我们这样 我只举一个例子 我对任何人没有成见 任何一个民运的人士 他都可以在过年过节 打个电话 知道他的父母去世 或者生病的时间 而我们维吾尔人 包括我本人 我母亲死活 从2016年开始 我就没有任何消息 我三个妹妹 在集中营的消息时 通过纽约克的 一个记者的采访 我听到的 那么除了之外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多利库奈莎先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 大会的主席 他父亲死了 母亲死在集中营里头 都是在几个月以后 辗转得到的消息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是种族灭绝 我们认为是种族灭绝 是根据我们的证据 和个人的这种遭遇 来讲的 谢谢 当然中国的 这个30年前的 这个劳教制度 跟现在在新疆的 一些人权的做法 是不是能够 这个非常准确的 来对比有争议 但是整体上 夏伟为什么会说 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 是一个不变的中国 所以江振他认为 中国在哪些方面 是不变的 除了我们 就是他在文章里 讨论的这些劳教制度 夏伟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观察 他觉得不光是在中国 中国是在过去的 20年也好 30年也好 40 50年也好 他觉得过去100年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 这个心态都没有变过 那就是都非常渴望富强 渴望达到伟大 所以他分析 他其实是从这个 心理学的一个角度 这么样分析了一下 他谈到了蒋介石 包括蒋介石 虽然是一个 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但是他也是非常 有这个深深的 屈辱感和耻辱感的 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来 包括签订不平等条约了 包括这些 被迫开放一些 口岸城市这些 那么这个造成了 中国的领导人 在心理上有一种 非常根深蒂固的 这种屈辱感 所以多少年以来 他一定要去洗刷 这种屈辱感 要达到伟大 要达到富强 那么他觉得 不管是从 邓小平时代的 韬光养晦也好 还是到现在的 比较这个 外交上比较夺夺必人也好 那么从头到尾 其实他的这个心理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和 中国一定要和西方 平起平坐 不能再落后于别人 是 那包括美国在内的 西方世界曾经寄希望于 与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 能够促使中国改变 那夏伟现在是否 已经觉得这个接触政策 是失败的呢 江振 他倒是也没有觉得 这个是失败了 但是他多次 使用了一个词 就是天真 就是他说了很多次 我们那时候天真的以为 和中国的互动 和中国的接触 能够让中国不但从这个 经济体制上得到改变 能够经济腾飞 而且会从这个政治体制上 得到改变 然后慢慢的走向 和这个自由民主的道路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中国其实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非常反感 这个和平演变这个词的 所以包括邓小梅 那个时候出来说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其实就是一族很明确 我们一定要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 不能有多党治 那夏伟的关键是当时 很多人知道看到了 这个邓小平的这种说法 也好 后来江时代的这种 这种坚持也好 但是他们的态度很天真 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在互动 我们有学术上的交流 你们中国人来我们美国上学 你看我们的生意 做得都很好 慢慢的你们总是会走上 这个民主自由的道路的 但是他说了 天真归天真 但是这不是一种失败 因为就是at least we tried 九位总统去尝试了 尝试了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认为 依然认为这个尝试是值得的 是 那么伊利夏提先生 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们知道今年也是 尼克松访华50周年 您觉得美国在过去50年当中的 这个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我觉得美国对华接触政策 是完全的一个失败 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的不了解 这个文化呢我讲的是 统治阶级的文化 以及统治阶级的历史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就是统治者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就是统治者的文化 这里头一直没有变的是 统治者的野心 扩张帝国主义的心态 实际上所谓的近代历史上的 所谓的屈辱的一百年 他们共产党国民党 都诚实屈辱一百年 实际上这并不是屈辱的一百年 英国人也好 当时来的都是先以和平的方式 提出通商做交易 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他们拒绝 而且要求人家下跪 见皇帝 天下凡是来过来到中国的满清 应该说不是中国 是满清帝国 凡是到满清来的人 都是要朝贡来的 都是来朝败来的 所以这种心态 最终导致家务战争也好 后面的强炮之下的开放也好 但是呢 中国一直以中 这个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统治者 把这个一种自我 受辱的这种感觉 自我虐待心理 把它灌输给中国民众 使得他们认为 我们是在受欺辱 所以呢 还要继续 称霸世界 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什么和平共处等等 这都是表面的 所以呢 从毛泽东时代输出革命 到邓小平的时代的 各种韬光养晦 到今天的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实际上就是帝国的扩张 它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方式 所以呢 我认为 美国这几十年 从尼克松开始的 完全是一个失败 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 是对中国统治阶级 文化的不了解 对他们 没有一个深入的研究 这种结果呢 是必然的 好的 谢谢二位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 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